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豪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暗炮的一些裝備 那我平常比較少在暗炮啦 因為大家都知道暗炮這個東西呢 假如魚沒有靠的話幾乎99%應該就是打龜的情況 所以除非我就是特別有收到風聲說哪邊有靠 有靠什麼魚才會去泡 不然就是純粹只是想動一動流流汗的話我就會去泡一下 那北部啊在基隆這邊其實能泡這點不多 那就是比較適合泡的地方就是擺燈啦 那就是有去擺燈坑才會比較泡 不然就是要去打斗子魚缸 才會有機會可以用到暗炮桿 那基本上我的暗炮的調主就是以虛猫的為主 那因為之前有很多前輩就跟我講說 玩暗炮的話那個裝備等級不能太差至少在中階啦 然後呢所以我之前就是就是之前到現在其實都還是屬於中階的裝備這樣 那我一開始使用的幹子呢就是這個 CodeSniper的BB906MH掉906的 那通常我都丟5到最多都丟60克而已 所以就是MH就夠了 那我是後期才換到那個好一點點的SS SS 也是MH掉 那我的剪線器呢就是用這個 Static SW 5000系 那這個握完呢 握完跟旁邊這個是改裝品 那延長的握完是怎樣 延長握完 然後改裝品 顏色是故意配的很奇怪的顏色 對是故意的啦 對阿 好 那我的PE線都是 因為我就是按照它上面限備的號處 然後PE線我就是用2號 2號300米這樣 OK 那我之前使用的這個是BB 然後因為很少很少用 所以就一直都是處於很新的狀態 很就是很少用很新這樣 OK 後來呢才就換了那個 SS SS 那這兩隻幹子呢 其實他們最大的差別阿 就是 有些細部的 像幹做的部分 後握把部分 有一點差異性阿 然後 其他重量上 也有一點差異性 可是其實他們兩隻 的價位幾乎是差不多 差一點點價位而已 對 可是呢它就是不同階級的 然後呢 它主要的差別就是 它這個BB的 變質法它就是一個 HIGH POWER的變質法 然後呢 SS 它就多一個 一個 比方說這個 呃 一般人家BB就HIGH POWER啦 這也是一個 然後這個也是 有關FS交叉 變質法的一個符號 就是 我看看官網寫的是 就是會提升 呃 它的強度 強度的提升阿 那我事實上 拋起來也會有差 拋起來跟操作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就有差了 對 所以雖然價位幾乎是差不多 可是我覺得 呃 使用的情況呢 就差了很多 OK 那 呃 按拋的話 就是 通常都要戴手套 因為 因為 至少超鐵板的時候 是很累的 然後你手 會一直在 一直在操作 一直在操作 你就是需要手套 然後我的手套就是Ocean Gemano Ocean的手套 然後呢 我 就是 還有一個備用的啦 就是一個是 比較厚一點的 然後一個是 比較薄一點的 比較屬於夏天款 這樣 這個 我覺得手套 對於 按拋鐵板的話 是還蠻重要的 那 其實我 呃 幾乎都沒有上傳過 有關鐵板的那個 影片 因為 都沒有中過雨嘛 所以就沒有辦法 上傳 那就是希望有一日後 有機會呢 然後我可以 呃 看有沒有拋到什麼東西 然後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那 基本上呢 呃 這個機會比較少 對 可是就是 希望還是 有機會 這樣子 好 那我通常 通常 我 我使用的鐵板 跟 我的路牙 我也會使用到路牙 像那個 呃 鉛筆型的 筆型 鉛筆路牙 不然就是 破爬我都會使用 啊 貼板 啊 通常我都是用 比較靠近 就是自然色 像 銀色啦 就是 比較多人 要不然就是紅頭 紅頭的 帶點紅色的這樣 啊 啊 就是比較多人用的啦 可是我從來 呃 也很少 也很少看到人家有 釣導 對啊 那就是希望 下次 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 釣導的影片 那 基本上喔 今天介紹就在這邊 那 如果有機會的話 有什麼高雄可以提點我的話 那也可以跟我 呃 告知一下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也可以 詢問我 OK 那今天介紹到這邊 拜拜